I'll be back 你再哪裡找死 呀 那你再找死 呀 你再找死 你再找死 邱哥玩TOYS沈穎兩個月回歸 宣布新工作和他從冤家變同事 來評一下我們那個 欸邱哥那個粗飯超難吃 我就是要來炸臣子 為什麼要扯過去我是來吃個飯 Oh no 比如TOYS今年一月開箱網紅超哥的 日式料理店處反天條 招超哥的超派鐵拳很K 頭部腦震盪諷了十幾針 大概有點像是你腦子像個豆花 晃來晃去他會感覺到 那一塊皮膚組織一定是壞死的 所以本來那一塊就不會長出來了 TOYS一殺人未遂 傷害犯罪等罪名控告超哥 但超哥態度仍十分強硬 答案是不對的 時間如果再倒回一次的話 我還是會揍他 超派鐵拳 不過也因為這次衝突讓超哥的 海鮮店神明大驟不少民眾 慕名而來 我要吃醋飯 第一次來 那怎麼會遲到這兩天 因為TOYS被打 我想吃吃看醋飯到底好不好吃 然後也想要就是自己去感覺 比以往再好兩倍這樣子 人就是有變多 對但基本上來的幾乎都是沒有惡意的 就是都是善意的比較多 獨止他們了 然後他們又拍一波 歡迎那個 帥子來 來店裡再試試看 你說歡迎他來嗎 這個部分這個 我也不知道欸 11號他四處宣傳影片寫下 我回來了 宣布新工作 15號將會在浪直播開播 成為TOYS同事 影片中他陸帥意志 似乎是在和TOYS隔空較量 迎來網友熱議 潮派躲太久了吧 可以繼續 潮派正義鐵拳了 TOYS就是 你就是開實況那邊一直臭別人 超哥打TOYS 我只是說 先前TOYS對頭開直播 正面槓TOYS力挺超哥 如今風水輪流轉 日前同聲因為評論 黃子膠布鴉片事件熱議 迎來許多廠商粉粉切割 17歲360天也不能幹 也不能想 我是想龜龜 我是想審查犯 我對不起大家 TOYS聽完消息 你也公開宣布 不再含黃子膠統神 有任何工作合作 挖掃桂圈真亂